一直開會到民國87年 這一張紅色的紙號 講的就是第一屆到第十屆台灣省議員 這個就是第十屆台灣省議員的名單 還在政壇上面 我要一個政治人物 哇塞竟然有機會進到1.40天 還站在最高的位置上拍照 站在這個位置來體驗一下 當年當議員的感覺 我們都知道台灣很民主 但到底有多民主 台灣民主指數排名真的出乎我的預料 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公布 2022年台灣民主指數排名 亞洲第一全球第十 2021年竟然排到全球第八 評比依據選舉過程與多元化 政府運作 政治參與 民主政治文化 以及公民自由5個項目 10分為滿分 台灣得分8.99分 超過美國、日本、韓國 但台灣的民主與自由不是憑空來的 自由與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而是從土地漲出來的 過去的省議會 今日的博物館 大家早安 今天我來到的是 台灣的立法院議政博物館 剛進來大門口的時候我就覺得 有點恍惚 這裡怎麼感覺跟南投的中興新村這麼像 一進門就是一條筆直的椰林大道 剛一進門的話就看到門口 有兩隻獅子 雙師閉口 數耳鎮守民主殿堂 小玉傾聽民意 善盡為民喉舌之子 無性別 象征性別平權 裡面應該更精彩 大家進去看一下 那進到這邊 你看到了這隻龍 反而擺在地上 讓老闆心比較慘 知道民主腳步走到後來 君為親 民為貴族 義士廳 在之前那個年代 普通民眾應該是進不來這裡的 更別說能進到義士廳來參觀 那叫李登來上面 是在哪裡下面的資訊 想像一下那個畫面 義士廳就是審議員他們開會的地方 審議會從民國47年 一直開會到民國87年 這一張紅色的紙 講的就是 第一屆到第十屆台灣審議員 這個就是第十屆台灣審議員的名單 還在政壇上面 國藥的政治人物 無修業 欸28號無修業 台中市長 就是以前審議員來開會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的名牌命起 當主席裁決說我們要表決的時候呢 審議員就可以使用下面這些按鈕 你按反對 就顯示 紅色反對 也就是說你投票 你投什麼 別人都知道 大家現在所坐的位置 是台灣審議員以前坐的位置 那審議員就坐在後面 燈打開的那個地方 也會有民眾來旁聽 那就是在二樓囉 你們知道以前 台灣省主席 或是台灣省長 是坐在哪邊嗎 這邊 他就在省政府官員的第一個位置 那這邊是誰坐的 議事人員 各縣市政府 只要他們有要蓋議會 基本上就是來這邊參考 兩部影片的主題是 台灣民主的百年發展 看影片的地方是在 這個圓形屋頂 微微的往上搖 哇好酷喔 好酷喔 台灣人用到百年的時間 跨越了民主門檻 邁向全權 自由 民主 與平等的社會 哇塞 竟然有機會 可以進到這邊的議事 體員還站在最高的位置上拍照 不錯 站在這個位置來體驗一下 當年當議員的感覺 我們現在想的是覺得議會好像高過於政府一點對不對 民意代表比政府還要高對不對 但那個年代不是 那個時候的政府比議會還高喔 就以前台灣省議會開會的樣子 那這個是沈主席 他叫周智柔 有沒有發現有兩個 我剛剛沒有講到的人 就是戴著圓盔的什麼 憲兵 啊 跟戴著圓盤帽的 警察 我曾經 保安 欸 選舉戰車是什麼時候才有的 我們就用這個影片就可以證明 1960年就有選舉戰車囉 選舉戰車 模擬是候選的 你知道嗎 來喔 我現在要喊阿德 大家要喊鬥算 阿德阿德阿德 鬥算鬥算鬥算 自警事件百年載 1895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台灣割讓給日本嘛 受到日本人的統治 日本政府 他們那時候施行那個什麼六三法 台灣總督 他的命令就是法律 林憲堂先生啊 他為了要來廢除六三法 所以在1918年的時候 他跟日本的那個留學生 東京的留學生 他們就來仇組的六三法 撤會騎乘同盟會 然後跟總督府申請 總督府說 不行 不可以 然後他們就到日本 他們到日本找稻田的 警察署申請 那個台灣議會騎乘同盟會 結果找稻田 警察署 OK 台灣總督府說 你是給我打臉是不是 哈哈 所以1923年 12月26號 開始收藏 全台灣大收藏 抓了99個 有七個被判洗 啊有五個一科法律 啊有兩個被關這九 被關四個月的 就是我們蔡惠神 跟我們蔡惠王 那所以自警事件 就是1923年發生的 所以今年2023 所以自警事件來幹嘛 來呢 我們是開頭吃 我們是五老爭 有很多的民主先選 為台灣這塊努力奮重的 我們現在 台灣人民才可以享受 這樣子的民主的成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